整次段譽被溝摩子點了穴道,整身不動得 被幾個大隻佬打橫浪在一隻馬匹的瓦鞍上,面向地下, 只見地面一尾倒退,馬蹄翻飛,知道他整口整臂都是灰塵 聽著幾個大隻佬啲哩咕嚕說話,誒,說的都是些番話,不知說什麼 他數下馬腳,夾夾埋埋,有十匹馬,跑了十幾里路,來到三叉路口 聽見扣摩子啲哩咕嚕說了幾句話,有五成下就跑去左邊的叉路 扣摩子就帶著另外三叉,和段譽就走右邊那一條呢 嘩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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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跑了幾里路,便到了第二條三叉路口 五成馬之中,又有兩成分道而行,段譽知道,扣摩子是故意擾聯追兵 讓他們不知道向哪條路追才對,又再走了一會兒, 扣摩子跳下馬,拿條皮帶固著段譽腰骨 左手施著那隻噔噔聲,走入山咬 另外那兩名徐蟲就趕馬西行了 唉,段譽一見,暗暗叫苦,殺氣了殺氣了 就算白符派遣鐵格騎兵不停地追,那便最多抓了扣摩子,九名隨闖,又怎能救我呢 哈,那個扣摩子真是好好力的 就算打橫施著段譽,就像施著貓仔狗仔那樣,輕輕騎騎,走得神神聲 他越走越高,三個時辰,日美在荒山野嶺之間穿行 段譽見過太陽西施,始終從左邊射過來,知道他是帶著自己向北走 到埃晚,偷摩子才放了段譽在一棵大樹的樹丫,拿皮帶綁住在樹枝上,不跟他說話,甚至毛連眼尾都不受 就說一下,零轉背,凸了幾塊乾糧麵餅給他,解去左手的小鼻穴道,讓我自己刺他入口 好啦,電魚就暗中伸出左手,想運氣用笑紮劍劍法來殺傷他 嘿,怎知身上腰穴被點,整身的真氣阻塞,手指點一下,捉一下,捉一下,好像傻佬那樣,總是捉不到人,又沒有點耐力 連續走幾天,扣摩子不停向北走,段譽幾次生氣,問他為何捉自己,帶自己去北方做什麽 那個扣摩子好像吃了雅藥,始終不出聲,激到段譽蹦蹦聲 心想,那次雖然被木苑青捉住,斧頭又吃得多,不至於死固固地悶到抽筋,何況被一個美女捉住,香窄微紋,超戚時作 唉,和被個裝聾扮啞的翻鬼和尚捉住,真是打邊爐和打屁股又沒得比 這樣走了十幾天,看樣已經出了大理國境 段譽發現他在行走的方向改了向東北 不過照樣避開大路,始終是荒山野嶺來走 不過地勢就越來越平坦,山漸少,而水漸多,一日之中,往往要過幾次渡 後來,扣摩子就買了兩隻馬,和段譽分開來騎,不過還未幫段譽解開幾大月位 有一次,段譽趁著小解,即是柯尿,想說使出寧波微步鬆忍 唉,怎知走出兩步,月道未通,真氣瘦了,即時啤啤,整個慣低 沒辦法啦,死死地氣爬起來,連最後這條路都走不通 那當晚他們入住了一間客店,扣摩子就叫店小椅拿筆墨指印來,放在桌面就點多兩支油燈 等店小椅出回房了,他才對段譽開禁口 段公子,小曾一路委屈你啦,多有得罪,好過已不去吧 好呀,好呀,段譽隨便應一下,扣摩子就說 公子知不知小曾這樣做,是何用意呀? 段譽一路來,甚麼都想過了,一見到桌面放滿的筆墨指現 竟然想到八九情,即時就說 你驗善我段家的陸墨神劍劍法,想逼我寫出來給你? 鄧家雞劍水,得個望啦 扣摩子就另下頭說,哦,段公子會錯意啦 小曾當年和慕容博先生有約,要借貴門陸墨神劍經給他看下 這件事辦不成,我一直耿耿於懷 啊,好歹段公子記得這部經,無可奈何,唯有帶你去慕容博先生,慕前火化,讓小曾不至於失信於故人 但是,公子仁中龍鳳,小曾和你無冤無仇,不敢傷殘你,或者,或者還有一個兩全其美的法子 公子,公子只要將經文圖寶一字不漏,寫出來,我會看都不看,立即封好他,令他慕容博先生,慕前火化,了卻此緣 那就恭送公子回歸大理國啦 喏,這番話,偷摩子一入天龍寺那時,曾經講過,當時講到本恩方丈地都有點心動動,段譽覺得這個方法也可行 不過打後,偷摩子偷襲保定帝,又抓了自己來這處,出手相當卑鄙 逃避追蹤的時候,又詭計百出,一點都不顧自己苟明暴蜀的生死安危 在這段時間,他陰險獨立的手段表露無謂 電義又怎麽再信得過這個人呢? 心早就覺得,南海惡神地四大惡人,擺明是惡人 就反而比這個偽裝聖爭的套番和尚品格高得多 他雖然沒有處世經歷,但在這二十多日來,他這件事早已經深思熟慮,想明白了其中的巧妙 只要他就答話了, 喬摩子大師,你這番話是騙我不了的,喬摩子合十地說,阿里陀佛 小曾對慕容博先生當年許下諾言,你叫我不守信而好難的喬 是真是假,那誰知道?你拿了陸墨神劍經,自己一定會仔細讀一次 會不會拿去慕容博先生墓前火化呢?又誰知道? 就算真是火化,以大師的聰明才知,讀了幾次之後,什麼都記起了 說不定頂著記錯,還要另外抄起一本才拿去火化呢? 喬摩子一聽,雙眼芳凰,惡死棱燈地釘緊斷雨,但很快去,臉又鬆翻了 喬摩子一聽,阿里陀佛,你我都在佛門弟子,怎可以胡言妄語呢? 罪過,罪過,罪過! 喬摩子一聽,若無人不得意!未有稍加威逼,那是為了救公子盛名千萬不要怪! 宣傳後,將左手掌撻開,輕輕按著斷雨心口, 那,公子抵受不住那时,想默写劍经了,只要瞎瞎,小曾就立刻放开手, 店鱼就苦笑着说,呵呵,我不写劍经,你始终不死心,就不捨得杀我, 如果我写了劍经出来,你又怎么会放过我呢? 我写劍经就是自杀,偷摩智大师,这一层早在十三日之前,我就已经想通了, 唉,无法此备,偷摩智手掌心运行力,想死发一股强劲的耐力, 又会断遇山中大穴,让他周身好像比矮咬那样苦不堪言, 嘿嘿嘿,这样嬌生惯仰的公子哥儿, 认真是老火蚊鸭,踏嘴硬,周身都淋滴滴的, 到时一身苦,还不像一只软脚蟹的吗? 唉,怎么知道一发力,那套内力即时去得无影无踪, 咦,他窄了一下,就像发过力,哎呀,这次内力消失得更加快, 跟着身体内的奴力就含含声涌出来,哇,吓得他面青口唇白, 右掌出力拖开段宇,拖到段宇,蹬了下床, 呃,声,后尾枕含在墙上,含到他眼无金星, 偷摩智一直以为段宇学过星宿老怪那门化工大法, 但是主要月道避风的话, 无论正邪武功都没办法施展出来的, 嘿嘿,他又怎么知道这样发自己的内力, 即是将自身的内力, 硬押入对方山中月道, 就像当日段宇全身不动得, 压大个嘴,任由妄孤朱甲端入肚里面一样, 同身上的月道有没有被封住,就全无垃圈的嘛, 这阵时,建议侍然呃,硬硬硬摸着头壳坐起身, 喂,喂,枉你是自称得道高增, 高增怎么出手打人的呢? 扣摩智很恶死地问, 啊,你這首化功大法,到底是誰教你的? 化功大法?旁門左道,可笑,可笑! 哎,偷摩子真是半夜吃黃瓜,不知道頭還是尾,再也不敢碰段譽的身, 但是先頭點他神風大追經門幾個月,又沒事的,這個人的武功認真怪誕,實在是不可思議,看來這門功夫, 久情久是從一揚子和陸墨神劍中電化出來的,不過,剛剛學到皮毛還未適用,如果不是,那就更加厲害了, 嘿,這樣一來,他對大理段氏的武學就更加深向神旺,他突然舉起手掌,凌空一招火炎刀, 嘩,聲,將段譽頭上的書生巾就削了一塊去,你真是不捨? 嘩,嘩,我這一刀削低半尺,你的頭殼還在不在頸上呢? 段譽又怕到打了冷陣,心想,如果他真是火滾起來,督瞞我一隻眼,又或者削斷我一隻手,那怎麼辦呢? 一路上來想過,讀過幾句說話,現在立刻衝口而出,嘩,你如果硬來,我就唯有亂寫給你,你弄傷我身體哪部分了,那我寫出來的劍譜就更加離航你了。 不如這樣吧,反正我寫出來的劍譜,你都拿去慕容博先生墳前火化的,你還說過,我一寫完,你就立刻封好它,一眼都不看,那錯啊,一定對啊,不關你事的喔,我亂寫,不過是我騙慕容博先生的陰魂, 他在陰間練到酒火入魔,亦都不會來怪你的。說完,他又生氣爆爆走到桌邊,提筆攤子,整色整髓,就好像想射東西那樣。 咦呀,扣魔者激到闊闊聲,建議這幾句說話,將自己騙取陸墨神劍經的圖譜,都督穿了,同時說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自己如果強硬逼他,他寫出來的劍譜,那實在是殘缺不存,假野居多啦。 他不止沒用,看了還有害天。 唉,越想扣魔者越火滾,就像頭殼頂飆煙一樣。 當時是老修成路,一照火焰刀揮出去,嘶嘶,聲。 斷意手中我的德幹,當堂斷開兩絕。 你個臭小子,忽然好心要你一命,你偏偏執迷不悟, 力你去慕容博先生奮錢火花。 你心中所記得的劍譜,這樣就一定不會假啦。 斷意就說了,嘶嘶,哦,那我臨死的時候,就特意記錯幾招劍法咯。 啊,是啦,是啦,一於是這樣,我由現在起,就拼命去記錯,越記得錯呢,到後來,連我自己也無理單刀,那就好啦。 嘶嘶,真是激到扣魔者廢都歪了。 之後不捨得殺他,一尾又發火焰刀嚇他,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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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咯。 到了第二天,他們一路向東走,又走了二十多日。 那斷意聽那些路人的聲譚,就已經完全不同大理的了,吃那些菜,又沒有什麼辣椒了。 那這一天,就終於到了蘇州城外,斷意心想, 扣魔者廢當然是捉我去慕容博那座墳,不過他逼不到劍袍,還未會殺我的。 知到時,拿火來燒一下我,燒到我不生不死,那我就罵了大忌? 唉,就算是這樣,都不到自己作主的,到時唯有撿殺啊。 唉呀,這樣一想,他就免得理那麼多了,盡量觀賞沿途的風景。 這時候正是三月時節,行花甲道,六樓垂湖,暖洋洋的春風吹在身上,當真是紛紛欲醉。 斷意,斷意不由得施興大發啊。 哎呀,波妙妙,流血依依,孤春芳草苑,且一騰花飛啊。 呀呀,透墨字就說, catalog了。 、「死過頭近了,還這麼好,唱無嘴。」 旨意說:「貝兒曰,宋師身速,無傷即苦。 哈哈哈哈,天下無不死之人, 最多你不是长多我几年名 好聂吗 后来我才不理他 见到人就问了 深合桑在哪里下 但是年轻问了七八个人 路上的人 个个都好像上了年 一尾的头横下 最后遇到个老伯 这个老伯还说 哦 苏州成都 磨铲合桑 你这位大和尚 实是听错 偷摩子就说 小曾没听错 是有一家 姓慕容的大庄园 哎呀 素酒成女头 姓故 姓鹿 姓沉 姓张 姓周 姓文 都是那些大庄主 无省无用的 哎呀 没知到 没知到 那就是说 不知道了 那这阵子 忽然 这一阵子 有着哗水 有着哗水声 在湖面飘离一叶小舟 有个六三少女首执商长 慢慢哗水而来 口中唱着小调哦 和花香脸是轻薄 小谷探心才恋起 還來龍水蒼陶壇,小桃空泉過夜。 歌聲嬌有無邪,歡樂動心, 段日在大禮時經常讀前人的詩詞文章,對江南的風土人情早就深圍傾倒。 這時一聽到這隻小曲,哪有得心魂驅醉? 戰那個少女一雙千手浩夫如玉,影照著陸波,就好像透明一樣。 她把小船撐到岸邊,剛剛聽見溝摩子對的老伯說, 你既然不知道深合莊在哪兒,小禎就告辭了,她馬上接口說, 咦,這位大師傅要去深合莊,有什麼事? 這姑娘十六七歲,說話輕輕柔柔,清清楚楚, 令人一聽,好會說不出這麼舒服。 段日心想,嗯,想不到江南女子,什麼都這麼漂亮。 嘿嘿,其實這個少女都不是很漂亮,有些比不上木苑青, 但八分樣子,加上十二分溫柔,這樣便便對十分人才的美女。 這時,溝摩子就說,啊,小禎想去深合莊,小娘子可不可以指點老徒呢? 小女小笑話, 深合莊這個名字, 外邊的人磨之道, 大師傅從哪裡聽回來? 小曾是慕容博先生的好友, 這次專程來老友墳前擺擠, 以完成當日的樂言, 還想見見慕容公子一面。 啊,真是這麼矯的, 慕容公子剛剛前天出門, 大師傅來早三天, 就遇到公子了。 啊, 和公子圓坑一面, 十分可惜, 不過小曾和韜翻過山長水遠來到中原, 想到慕容博先生分前一拜, 以願多年深緣啊。 大師傅是慕容老爺的好朋友, 請她用一杯青茶先, 我再幫你全部, 好不好呢? 好! 好! 小娘子是公子虎上何人, 怎樣稱呼之對呢? 哎喲, 我是服侍公子的小丫鬟, 叫做阿碧, 阿碧, 你謀要大娘子, 小娘子的客氣, 你就叫我阿碧, 好不好呢? 阿碧說話, 多多少少都拿有些當地口音, 不過, 混魔字和電義基本上都聽得不明白。 阿碧跟著又說, 啊, 這裏去森墨莊燕子澳琴韻小竹, 都是水路的, 如果你們要去, 我蛙船相送, 好不好呢? 唉, 他句句都好不好呢? 都為恩勤詢問, 遠與商量, 令人難以拒絕, 混魔字丫頭, 拖著段譽, 輕輕跳下小船。 各位, 段譽如果被抓到慕容博一份錢, 被火一燒, 又會怎樣呢? 要知道後事如何, 請聽下回分解。